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熊猫君 飞牛顿流体这是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物种 应该是物体 很多很多著名的视频博主都做过这个飞牛顿流体的测试 包括我,这个不著名的 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又要老生常谈来做一期飞牛顿流体的视频呢 因为我总结了一下 几乎所有的飞牛顿流体的测试视频 全部都是把飞牛顿流体作为一个被攻击的对象来测试的 比如说我们会用拳头来打它,用锤子来锤它 或者我们在飞牛顿流体上面奔跑 那么今天我打算利用飞牛顿流体越柔则柔,越强则强的特性 把它做成一个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看看它是不是会非常厉害呢 那么今天我打算制作一个飞牛顿流体球 就是一个看似非常柔软,没有攻击性的球 但是当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力把它扔出去 在它接触到被攻击的物体那一刹那 它就会发挥它的特性,越强则强 这个时候它就会坚如磐石,具有非常强大的攻击性 那么这是一盘我刚刚制作好的飞牛顿流体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它的特性 我就温柔的把手放进去 然后我的手就陷进去了 那这个就是欲柔则柔 我们再来试一下欲枪则枪 没毛病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飞牛顿流体装进气球中 其实这个步骤我感觉可能是有点难度的 装自来水进气球的话是很简单的 因为自来水是有压力的 这个呢我就用这个大针筒 我们来试一下能不能 如果不行的话我们再想其他的办法 我们先把它灌进去 好的,然后我们把气球套在这个针头上 试试能不能打进去 貌似的是不行的 好像这个飞牛顿流体的抗挤压性非常好 我感觉好像一点都打不动 那么这个针管的方法是行不通了 我又没有漏斗 不过我用我家的这个料酒瓶自制了一个漏斗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把这个飞牛顿流体给灌进气球中的 好的,这颗飞牛顿流体球我们给它制作出来了 为什么不多做几个呢 因为这一个就花费了我们三个人一个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飞牛顿流体球 是不是非常的软 但是呢,如果我一拳打下呢 我是打不动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飞牛顿流体球 和我们的西瓜兄弟的对决 我将会用最大的力气 将飞牛顿流体球扔向西瓜 看看会发生什么呢 那为了对比呢 我们先扔两个水球来试一下效果 我来扔第一个 大家都知道我的准线是非常差的 水球直接爆了 我们来试第二个 哇,水球直接爆了 哇 不收索料我们的两个水球 在撞击到西瓜的时候都毫无悬念的破了 那么接下来就轮到我们这个飞牛顿流体球上场了 这真的非常坚硬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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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也不知道这难道就是传输中的莫菲定律吗 好吧 为了跟大家有个交代 咱们又花了一个小时 又制作了一个 这个同样是具有欲强则强的特性 那么这次无论如何咱们都要瞄准 三 三 二 一 嘿 哇 啊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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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莫菲定律再次引言 但是老天给了我一次机会 他没破 我们继续 好的这个飞牛顿流体球的威力大家也都看到了 我们打算再来一次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西瓜彻底击碎 嘿 哇 哇 大家看一下这个西瓜的破损程度哦 它的皮非常的厚 如果是那种薄皮的西瓜 我估计早就已经四分五裂了 所以这个飞牛顿流体球它真的是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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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